韓國瑜自己說 他說這樣立法院不是拳頭打天下 這樣他希望是制度化 而且他絕對不會動用警察權 但他自己以前在做立委的時候就打過阿扁 他以前是拳頭打天下 所以你要看這三十年來那個 那個什麼韓國瑜有沒有改變 以前韓國瑜火爆浪子 他在台北官的時候 當議官的時候 那郵親他在執行的時候 不算插杯拿起來就彈過去你知道嗎 他郵親這樣的時候就已經在議會當議員的時候 就已經丟那個郵親 接下來你說在立法院裡面 那個一九九三年五月 阿扁很年輕 你看 對啊 真的是火爆浪子 我們放到畫面 來 找我放到畫面這個珍貴的歷史鏡頭 要來認真看一下 因為那時候在講那個退輔會的預算 今天幽默的韓國瑜過去是火爆浪子 他才以前火爆浪子 認識他的人都知道 對不對 他平常很搞笑對不對 私底下你如果觸動什麼東西的話 他以前是舞蹈的 不是文蹈的就對了啦 舞蹈的 以前也是舞蹈的 那不是喝酒跳舞娛樂嘛 對不對 早上就在立法院裡面 就是動作就有那個 打架 冰倒 對啊 你看 那時候就是因為退輔會的預算有沒有 陳水扁講了一句話說 把籠包當豬載養 韓國瑜聽到就火爆了 他以前是那個黃布興黨部的嘛 你跟他說籠包當豬載養 他敢不敢 所以他就直接衝上去 就把他冰倒 他是冰倒 冰倒之後他走到後面 好像有去住院 因為他紅後面又推了他一把 其實也沒什麼傷啦 聽說住飯店 住三天 住三天 但是檢查也沒什麼傷 他是怕有暗傷 暗傷 暗傷 韓國瑜以前 他現在過了三十年 我相信韓國瑜的脾氣 應該收斂不少 應該是 而且他特別強調 絕對不會動用警察權 警察權這種東西 以前警察權最有名的 1986到1991年 那個時候還有那個第一屆 第一屆立委 老立委那個年代 那個民進黨每天都在杯葛 動不動 以前看了以前那個畫面 那個朱高正傑的人 摸到整個異常 現在看以前那些畫面 是醋味醋味 對啦 以前那個 以前真的打 打到桌子上啊什麼的 以前打一打真的 不是打假的 你看那時候警察全部排排站 然後拿那個透明盾牌 擋在那裡 這個是後來是因為 郝伯春在那個 要施政總職 那個施政報告的時候 要在盾台後來報告 做施政報告 然後警察把這個盾牌舉起來 你看這個歷史的畫面 有多出名 想當年在立法院裡面 打這個是打真的 不是打假的你知道嗎 真的啊 以前不是白天打一打完 上手牽手去喝酒 是沒有錯啦 可是打下去的話 那都真的像劉國財有沒有 胸口被人家倒下去 真的黑青你知道嗎 那個梁樹隆 還被人家打了一巴掌 所以你看那個時候 真的是打下去 那個聲音都錄到了 所以以前那個時候 他們只能動用警察權 可是你說我剛才講說 1986到1991 那個時候是第一屆立委的時候 那個時候動用警察權 總共動用了六次你知道嗎 那可是我說實在話啦 在立法院裡面哪一條 立法院組織法裡面有講到警察權 他裡面只規定說立法院組織法 第三條第二款裡面 他說什麼 院長應本公平中立原則 維持立法院的程序處理意識 沒有講到警察任何問題 那為什麼敢用警察權 那其實就在立法院警衛情務 規則第五條 是裡面的警衛情務 這不是一般的法律 沒有經過立院刪讀的 所以他確實有爭議還模糊空間 對 所以大家就講說 你看他就說 只要說立法院裡面委員的人身安全 或者什麼秩序被委員 你就可以召那個警衛進來 叫那個警衛警察就現在是保六 那你看那時候太陽花的時候 學生都攻占立院了 王靜平堅持不用警察權 因為他們後來我們的民主比較 要那個什麼進步嘛 對不對 他覺得說你今天在議場裡面 沒有到什麼人身安全 或什麼問題的時候 但是你看你當時已經 衝撞成這樣了喔 而且霸佔立法院 用鐵鏈來把他們塑起來 對 我就塑起來 以前也要塑過了 不是第一次 問題是塑起來 他在裡面 他沒有人員的安全問題 沒有立法院的安全問題嘛 所以他現在有一個 其實那個時候那個陳菊有沒有 那個監察院長的 他說兩千年 二十年 對 那個陳菊不是要通過 那個監察院長同意案的時候 那那一次算不算有用 因為那一次警察有出動喔 那個時候在議場外面 而且那時候警察很多 不僅保六 保一 保三 保五的都來 那時候支援很多上千名警察 因為那個時候就怕說很多 因為很多立法委員很衝動 還有一些民眾在外面叫囂嘛 你想說那陳菊來 整天立法委員如果衝上去跟你執行 在外面質疑你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肢體暴力衝突啊 所以那一次算不算動用警察權 花媽那一次算不算用喔 後來他們界定所謂的警察權 有沒有 你警察警衛的話 如果在議場外 就是二零二零這一次嘛 對對對 他如果在議場外 陳菊接下院長的那一次 你警察如果沒有進到議場內的話 都算沒有用 對 所以在以後就是大概有一個 有一個規定大概大家有一個什麼 約定成熟就是說 你今天只要不進到議場的話 你今天外面維持志氣 那個都不算是動用警察權 不過這種情況還是盡量避免 因為說真的 所以韓國瑜已經講明了 他說他將來不會用 對 他講說他接下來四年 他絕對不會動用警察權 其實除了大家在關心 他到底會不會認真上班 那他也特別提到說 絕對不會動用警察權之外 各界還在關心什麼呢 我們來看媒體特別談到 說立院龍頭並不是韓國瑜的最後一站 前高市幕僚自己踢爆說 韓國瑜還在巧巧布局南台灣 韓國瑜這個立法院長 他努力扮演一個好的立法院長 那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可能選總統 昨天韓國瑜當選立法院長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完全沒有笑容 看起來沒有笑容 非常的嚴肅 這已經來到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了 不是他最高峰 還有更高的 那我第一時間的反映以為是說 他想到說接下來要早起上班 所以很嚴肅 但是後來發現不對 到了昨天的這個下午六點多的時候 韓國瑜發個臉書 是 他裡面講一句話說 我從未忘記過四年前站在我面前 那波瀾壯闊 寄託了多少人的希望 四年前就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還在懷念他選總統的時候 所以下一站仍然是總統大位 所以說這則報導 他在講說 韓國瑜他在選前的時候 最後一站在高雄 有承諾說 有什麼問題 陳其邁就來找我 好像他已經當到立法院長一樣 那他對高雄為什麼會這麼重視 因為他跟朱立賢聯手 如果能讓柯智恩選贏高雄市長 就可以跟盧秀燕讓江啟成選贏台中市長相抗衡 那盧秀燕原本是國民黨的這個明日之星 最有機會去選總統 是 結果因為韓國瑜他立法院長一上任之後 哇那個聲勢那個聲浪 那個韓粉慢慢在匯聚的過程當中 如果接下來朱立倫 他跟他他籍籍兵林濤 都決定要跟傅崑琦一起力挺韓國瑜 因為傅崑琦就當一年總召 然後這個朱立倫的總總席任期 就到明年五月而已 但是這一年他跟韓國瑜密切合作之後 把韓國瑜拱起來 那你拱個立法院長 如果沒有後路的話 其實意義不大 他後路就是說 在縣市長的佈局整個南部 讓韓國瑜訓冤打一個復仇戰 透過柯智恩去打 柯智恩如果打贏了高雄之後 柯智恩事先打代理人的戰爭 對 在代理人打贏了之後 韓國瑜就可以在初選當中 透過他的韓粉跟盧秀燕一拼高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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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